前面两期,我们逐中写了英超和一甲的前瞻,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作为过去十年欧战最辉煌联赛的西架联赛,过去的十个赛季等欧冠,西小球队拿到了其中的七个,过去的十个赛季等欧联,西小球队拿到其中的六个,更夸张的是,过去的十个赛季等欧洲联赛, 超级杯,西甲球队更是拿到了其中的九个冠军,节目战8月17日2点15分,赫罗纳vs巴拉多利德巴塞罗纳,最强八发,只在未免上赛季巴塞罗纳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一路高歌猛进拿下了西甲和国王杯的冠军,但是欧冠联赛中四分之一决赛在大好军面下,被罗马今天一张指不罢巧,巴尔维的指甲的第一, 各赛季就取得了成功,本赛季巴塞罗纳在巴尔维德的调教下几人员变动不大的情况下,在西甲的统治还将继续,阵中的几员大将在世界微发微出色, 这其实可以看成不错的引人,今年夏天巴塞罗纳继续补强,在引进马尔科姆格埃图尔以及彼达尔之后,球队的阵容的厚度空前强大,新赛季的欧冠联赛,巴塞罗纳依然是头号热门, 后因涅斯塔时代的巴塞罗纳,有望在此登顶欧洲,皇家马德里,后菲罗时代,期待重建皇家马德里上赛季成功为年欧冠冠军, 是史无前例的在新赛季的欧冠联赛中实现三联冠的队伍,在读得了欧冠之后,主帅齐达尼选择急流勇退,接手他的事前西班牙主帅洛佩克吉,洛佩克吉能力值得肯定, 但是从未在豪门中证明过自己,本赛季他能将皇马带到什么样的高度我们有位可知,转会方面,皇家马德里和前期的赛季一样安静, 甚至在转会方面还是盈利的,塞罗转会由文图斯引爆的转会市场,传闻莫德里其将要转会国民,新赛季的皇马将会开始进行重建, 西甲冠军对他们来说可能有点难,转会市场还有十几天就要关闭了,小赛季的皇马成绩,如何与最终的演员息息相关, 马德里竞技,摆脱技能,汉卫尊严马竞是除黄马八仨以外,西班牙最成功的球队,上赛季勇夺联赛亚军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欧连赛场上,马德里竞技更是高歌猛进勇夺冠军,主教练西蒙尼早已将自己赢了儿的风格,融入了现在的马德里竞技, 挥下这只铁血的军团肯定是欧贯资格的有李竞盯者,转会方面,本赛季解除转会建议的马德里竞技, 终于可以在转会市场上大师拳脚补强赚手,中场方面也建了了马尔和埃尔南德斯这样的学历牌, 让北京后时的中场实力得到了增强,不过马进本赛季的后绑又老了一岁, 一期蒙尼的踢法老将,能够有充足的能,将决定马进本赛季得的成绩,赛维利亚,欧连赛增加季赛维利亚上赛季连赛表现让人失望, 经历两次换帅的他们最终只排在连赛第七位,在欧贯赛场表现尚可,客场逆转慢连进级八强让人眼前一亮, 本赛季的赛维利亚在,阵容变化不是很大,如果阵容磨合的出色, 那么他们能在联赛,国王杯甚至是欧连赛场上都很有竞争力, 新赛季的赛维利亚,依然是前辞的有力争夺者,考虑倒马德里双雄和巴塞罗奈实力, 争夺第四名是赛维利亚最实在的目标,而欧连杯有被称为赛维利亚杯, 赛维利亚有望再次捧起该线奖杯,阿伦西亚,蝙蝠军团稳进起航马伦西亚上赛季联赛高开低走, 最终派在西奖第四位,这是近几个赛季球队最好的成绩, 萨尔瓦多所指教的这只阿伦西亚战术素养非常高, 主打快速的攻守转化和高效的防法, 战胜的蝙蝠军团不出任何球队, 阿伦西亚先赛季的引人力度并不大,阵容厚度不足以保证三线作战, 阿伦西亚最现实的目标就是进欧冠宝联赛, 阿伦西亚本赛季最切切合实际的目标就是保住欧联席位然后征欧冠席位。